基隆市議員張耿輝在總質詢時 稱讚基隆市長謝國良 在某媒體針對北台灣四位新科市長好感度調查中 名列第一名 北台灣四位新科的市長好感度的評比 市長恭喜啊 因為你的好感度是0.82 也超過於我們的桃園市長 還有台北市市長蔣萬安 那當然基尾的應該是高宏安沒有錯 猜的話也猜的話 他是基尾的 所以在這間我是講 這項的評比 我像是給我們市長上任以後的一個 服務團隊的一個努力以肯定 那市長要繼續加油 那當然這個我也給市長 當然我給你們團隊一個建議 讚美啊我們當警惕 批評啊當激勵 這是一個禁事語裡面的 這個非常好 基隆市長謝國良大訊室表示感謝議員的鼓勵會當成警惕 我們也確實有各種不同的媒體的評比 有的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自己就要好好警惕 不過我是覺得跟議員報告 我覺得我們對於基隆 我們是有我們的想像 我們要好好做好我們每樣 把這些工作都做到真的是比個別媒體的評論會來的更重要 但是非常感謝您的鼓勵跟建言跟指導 我們會當作警惕 謝謝 另外張耿輝也提出 商港建設費大不如錢 財政不好無法推動市政建設 市長要如何因應呢 84年到90年的之後是23億多 91年到113年 才8億元而已 這幾年我統計過了 減多少呢 市長多少你知道 一年差15億 2100萬 一個縣市要發展 市長 無財政你現在都不用去說 你再有的報復 再有多大的理想 沒有財力 沒有辦法 那我也期待 因為民進黨執政8年 這個還搞不定 那我也期待 未來國民黨有機會 再重新重振 組閣的話 市長你一定要去建議 不要有第二個像我一樣退黨 為了商港建設會退黨 市長謝國良達巡時強調 會繼續爭取成為直轄市的一部分 財政收支劃分才會增加 我們還是要繼續的爭取成為直轄市的一部分 因為直轄市的話 它的財政收支劃分 跟我們的一般縣市的財政收支劃分 的確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一些公式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各方各面都在爭取 讓我們的收入能夠更增加 然後也讓基隆市市裡面的整個地位 包括市民的待遇都能夠一併提升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在這個時段有我們 在這個時段有些公式的財政收支劃分析 在這個時段有些公式的財政收支劃分析 在這個時段有些公式的財政收支劃分析